带上你的爱要去新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新疆胖子哥 现在呢 我就在这个 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 轮台县的青年湖 这湖呢 是175万立方 它近邻轮台县老城区 众所周知 轮台县呢 是盛产石油 天然气 而且还是石油重镇 而同样呢 轮台县呢 也是文化重镇 在汉唐时候呢 这个地方呢 是兵家必争之地 而且还是显观要塞 而县如今呢 这个地方呢 我刚不也说了吗 石油重镇啊 对吧 现在呢 我们带大家去古城 还有县城中心 我们去转一转 今天的温和日历 还是比较热的 31到32度 在轮台县呢 有一首写轮台县的诗 这是当年 陈森 戍边的写的一首 他呢 也是位诗人 轮台城南夜吹酒 轮台城北 毛头落 我今天太热了 中午 我们再来找那个 我们再来找那个 江湖古城 江湖德庆古城 但是呢 就是没找到路口 问了咱们的警察叔叔呢 我们还是没有找到 所以说呢 我们就不去找了 好像去那个轮台古城 去那边去 正好呢 今天特别热 我们就要随便吃一点 这个是五十宫凉皮 在五十宫呢 在新疆呢 还是比较出名的 再一个 大家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交通规则 有些路口呢 它是没有红绿灯的 你不用担心 它是把红绿灯放在室后面的 没有这样子的 所以说 行车慢一点 进来的时候 进来这个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流动厕所 在其他的 也就没了 这个地方 还有塔里木 胡杨林公园 在轮胎县的境内 结合了这个沙漠 河流 还有油田 等等 各种景观 现在这个季节 胡杨林正好是 叶子非常绿的 要等到十月中旬以后 叶子开始泛黄 金黄金黄再来 我们下期待 后面就请不吝点赞 从大楼上 垂操 是不是 颠子 这条有多热,你看这个棉花地你就知道了 棉花叶子哒哒下来 我们这会穿过百姚落走到一节石子落 然后现在还是石子落 我们在干啥去那儿就是找古城去了 不确定它在不在 但是呢我们还是去找一找吧 去找一找正好呢过来看到这瓶棉花 棉花长得还没膝盖高呢 我们这会在找那个古城的路上 哦哦这条路特别特别烂 但是呢我们的上路还是比较强悍的啊 比较强悍的走在这条道上 可以想象到当时李白杜甫 那会儿再往这边运兵 这树边错 那环境真正恶劣比现在还恶劣 刚才我们在来的路上随处可以看到这根坛上的红柳 哦鲁尾还有那种我不知道名字的那种草啊 再加上这个边上的还有这种护杨啊 它这个护杨不是大家看高高的说 这护杨是就一个根就一个根啊 它腐烂了就一个根腐烂了 这经过几十年才会骑成这样子的 好现在离那个古城在手机地图上坐标呢离得比较近啊 还有个七八公里不到十公里的样子 好这节纳某天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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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边隔壁台下转了一大圈了 已经在此 他们打骗在跟就是得嘆 快 seventh 我也想 metros 地图炳vis 我们是在撑着 男孩的 他正在飞 toolbar 樱 privilege vamos在空中先看一下啊 它这边偷地的太热了 这个地方已经达到了三十四度 三十四 热的呀 随时都都看着这个热的 热的热的 在家这边上有好多这种 以前的那种土豹 像这种土豹然后又轰流 而且呢 小叶的那种土豹的上面就是轰流 更多浮烂 而且 然后呢 这上去 人家不大时间回来 但是分不处夹杂烧烧 就这种感觉 而且呢 还有就是大家到了这边以后 收到河水了 行了我们先走吧 现在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轮台的最后一站 下一站呢就是杨霞 我们往杨霞走 记得关注我一间新疆的你 记得支持新疆胖子哥 带你了解最真实的新疆 我们刚去了这个隔壁滩 从隔壁滩出来了 这个十字路口呢就是山马公路 和拉帕路的一个十字路口 我们在这呢 喝点冰镇的饮料 大家来的时候 喝这种饮料喝慢点啊 别一下子一击啊 喝味了 这旁边呢也有刮摊 你看没有 过来过去的人都在买瓜呢 今天 隔壁滩真热 34度呢 这个地方要稍微凉快点 32 稍微凉快点 要止不住就好了 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 轮胎县的阳霞镇 这个阳霞镇呢 主要就是以杏子 最出名的就是阳霞的小白信 但是呢 所有的杏子还有啥呢 阳霞呢还有他的甜瓜 甜瓜也是非常出名的 而且呢 而且呢他是于这个 国道和高速的一个中间的这地方 所以说他的经济啊 还是比较好的 再一个 自驾游过来过去的时候 还是到这个地方 还是必经之处 必经之处 再一个 我们在阳霞这里面 刚刚转了一圈 看一下这边街道呀 这边的 搞台可以 而且呢 人流量也不是很小 前面呢 我在轮胎县 首先给大家提到这个轮胎县的胡阳啊 胡阳啥时候看 十月中旬以后 就要带大家看这个金秋胡阳 现在呢是绿绿的 没啥看吧 新疆现在全是绿的 最好看胡阳就是在十月本 十月我们相约在十月 带大家去看金秋胡阳 我们现在呢 就从阳霞出去到侧大牙 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到了这个铁门关市 铁门关的是 冰团城市